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再加自学这一个部分其实有很多很有趣的一个研究现象 像例如说在美国现在目前来看大概再加自学的人数将近150万人以上 那这个人数是非常的多 那欧洲本身也是 欧洲其实也非常多的孩子一开始在加自学 为主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国家叫做德国 那德国好像目前为止 但是并不把在加自学这件事情当作是一个合法的活动 那么这个背后有几个三个最重要的问题 这三个问题是这样 他们认为说如果推动在加自学的话 有可能产生三个不良的影响 那第一个影响是说 它有可能产生一个比较多的社会公平的问题 另外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在加自学的压力 那个社会经济低落可能比较高一些 另外第二个冲突的地方是在于说 它会不会产生更高的一种社会之间的一种价值冲突 那第三个问题是 他们也会考虑说在加自学的一种设计 会合影响到孩子的就学的品质 所以这三个事情一直在国外的启程当中 不断地探索跟讨论 所以我们在台湾当中有一个非常典型的在加自学的案例 就是现在目前当我们政府的政务委员 他就是一个跟在加自学的一个很大能量的影响 但是我觉得这准备我们也特别要详细的地方 就像是在新闻报道上 都热透的人总是只有那一个 但是从来国际军报道一个 一辈子都买热透 但从来没得奖的那些信息感到 所以在加自学其实有差的风险 同时也需要在在加自学的过程当中 去面对这三个问题的 那这三个讨论 我们刚刚就提到 所以目前我们在这一次当中 有三个重要的发表者 就是周秦璇 小姐 王嘉嘉博士 和王彬博士 那分别是针对于台湾的人 欢迎网路上的一种在加自学的现象 以及在中国大陆的调查 以及加上的派对这三件事情 提供我们一个重要的一个研究 不要这样的呈现 好吧 那我们也在一个方式来欢迎 来欢迎 各位好 那我是周秦璇 那今天就是主要就是做 产生自学之家自学结合 跨到学习自治我去做研究 那其实就是以当时我自学的力前 我也背景 然后是因为我凡事之后 在做突破的研究 那我现在是国立基南国际大学 资认系的硕士生 对 那当时我为什么想要做自己研究呢 其实主要就是想说 想要突破一些刚刚所提到的 就是在加自学的背景现实 会有很公平的问题 因为可能都是一些高射精背景的人 才有可能 然后再来就是提出自学之路 发展的可能性 然后接下来就是自学传统教育 结合的实证 因为其实经常在台湾 有的时候自学会处于 跟体制类教育是手 比如一种比较对异的情况 因为基本的概念 理念就差很多 所以很难相融合 可是其实我如果说 讲直接讲的话 就是我的自学 它其实是不合法的 因为我根本没有 成长自学计划 只是当时学校没有把我保重错而已 但是我就开始了 这样子跟学校结合的一个自学 我去参加学校的社团 然后去校外跨校学习 那其实当时这种非典型自学的开端 它是起于2008年 那个时候自学在台湾 还没有说很形成 就是没有太多的人在自学 如果说是依照那个 2016年 就是教育部在2016年做的一个 自学概述的统计也能用显示 就是9年到2011年的时候 全国国中自学人口 然后包含个人团体 然后还有机构实验交易 总共只有636人 就是仅占全国全身的 互相多了 所以就可以知道 当时我在2008年做这个决定的时候 其实是很大胆的 那当时我身边 其实也没有自学的案例出现 那也没有一个这样子基本的概念 到底这是什么东西 那就做了这样的决定 那纯粹就只是有一天晚上 我睡觉睡到一半 然后突然把我妈也要醒 那时候国中 我突然把我妈也要醒 跟她说 妈我要自学 不只坚定的讲这句话 可是我也不知道自学什么东西 所以那时候对我们家庭来说 都是一个很大的冲击 那我也有一颗心脏很大的妈妈 她短时间的反应就是跟我说 好啊那不然你就试试看 我帮你一起打一个礼拜 那结果一个礼拜以后呢 拿到的是这么厚一点的文件 对 现在其实以当时的状况来说 是没有办法申请 就是做一种强域性的规划 然后找到丹尔的老师 然后有一个很完整的共学的系统 所以那个时候 学校就 就是直接跟学校讲说 那你就帮我们保存错吧 那时候对我们来说 这段对话 它是在准备自学的过程当中非常重要的 因为当时 所谓的学校里准备 就是那个时候 我母亲她就问我说 你能不能接受自己 不能毕业 然后没有学历 未来可能会很难很辛苦 然后还要面对亲朋好友 以及社会的压力 那那个时候我毫不犹豫的就讲说 没有发心 只要有实意就好了 就是类似这样回答 就是有出生自主 不为我们的精神吧 所以那个时候她就跟我说 那我们就不申请了 因为我们家里 没有那个能力 没有那个背景 去帮我们申请 所以就用其他的方式去进行 因为 其实自学它是一种学习的途径 它不是唯一的一种方法 是可以相应结合的 所以那个时候呢 我自学的方式是结合 校内资源跟夸校结合 我在自学的期间 校内资源主要就是 嗯 我就只有用参考书 然后参加学校圣团 人家花啊 中国节啊 然后还有各局欣赏 然后参加学校的职帝 个人和唱团 然后包括另一名课校 因为一定要到 学校有一定的使徒 才可以 才可以 嗯 嗯 让你 嗯 请假请过 可能那时候不少对我 那时候实在是太不聊了 所以后来学校 其实这个解决方法 都没有接受 我就真的只是 跑回去考试而已 那 至于跨校结合呢 就是在七个国小 十一所国中 十一所高中 八所大学 就是参加研讨会啊 论坛啊 或公共国防 这样子的形态 去进行学习 那还有跨校圈社团 就是我会打电话 到其他学校 不过说 我能不能去参加 你们学校的社团 就是包括各载系社 然后或者是说 诶我可不可以过去参加 如果可以的话 那我就去 如果不行的话 那就算了 没有关系 那大部分的收费方式 其实通过是缴胜费而已 因为其实学校里面 有非常多的资源 但是我们自觉成 一般来说 你可能要花高额的经费 或者是说 可能要一个团体 才有可能进行共学的事情 可是其实它 两个并不抵触啊 只要对方的学校愿意接受 其实我在国中 就是做这件事情了 所以那时候 就是来电话过去 诶她说可以 那收费方式怎么样 讲设备 刚刚不是很划算吗 对 那还有另外一种 叫做高中职均职化课程 就是这一种课程 它主要是包含名字表 如果说你想要学 化学学生物 那你自己没有器材怎么办 那我就去参加高中职均职化的课程 所以那个时候 博通的时候 有跑到高中职上他们这种课 然后你就可以实际 碰到实验器材 对 对 然后 哦 不好意思 我一直到上一章 就是还有 还有一点比较有趣的 对我跟人来说 因为那个时候 一缸多本在台湾炒得很凶 就觉得说 这样子会很容易混乱 可是其实一缸多本 就有用白家真名 然后大家有竞争的心态出现 之后 然后以参考书来说的话 它就会做得越来越好 然后会有很多 我学霸的遗迹就会出现 所以说在房间 那我们就很快就出来 那它其实整理的 可能就比课堂上还要好 所以其实 当时代查识一刚说 我怎么样好 怎么样不好的时候 它对我来说就是一面早的 就是只有好处 对 那另外就是 在自学的期间 就是也是使用主题式的学习 那主题式的学习 其实我是透过服务学习的方式 去帮助你找到这个主题 所以我会说 服务当时所带领我的学习 是什么 那第一条就是 我学习到无论50块 第二个就是 学会看见别人的需求 然后第三点是 传递真相的种子 第四点是 为服务对象 而去学习不同颜域的事情 像是哲气球 或者是戏剧表演 那 我第一个开始 比较大型的 第一个木槃的想法 其实是 那时候爸爸妈妈在 然后我去 嗯 骑脚踏车环导 然后顺便 给我汽球制度 那这个时候呢 我 打电话 给一间 汽球公司的老板 其实在募款之前 我是找了大概 二十条 汽球公司的名单 那 我母亲他 他直接给我心理建设 因为他很怕我 我已经睡掉 所以他就跟我说 你要知道 募款这种事情 你打二十条电话 全部打完 都不一定会有人回应你 但是我也不知道是上天 想要让我继续做这样的事情 持续下去 给我的主力还是怎么样 就很幸运 我打第一通电话 他就跟我讲说 好 我愿意赞助你 而且我不只愿意赞助你 我都还跟你一起去骑下载去现场 所以那个时候呢 台湾跟那个合伙人 开着卡车 然后我骑着脚踏车 一起进到载去现场 然后去做这个 汽球志工的服务 那在服务的过程当中 我从前学习到 到底怎么折气球 就是这样 所以我是为了要服务 我才去学折气球 我不是原本就去做 我不是原本就会折气球 所以才会做这样的服务 那些东西球志工是新的 对我来说 通过是没有接受过 可是就是因为这样的机缘下 我开始去学习到 那要怎么样做 然后其实我在进 骑山在去做汽球志工之前 我也是有做前置作业 就是先过去那边服务 看看这边到底需要 什么样的内容 那当时看到的就是 其实大部分通通还是在 物资的补给上 那并没有照顾到说 小孩子他们在现场的娱乐 因为其实灾区 他们如果说小孩子 通通有事情做的话 大人的心情成就好 小孩子的心情更重要 小孩子的心情不好 大人的心情就更重要 所以其实那个时候 它是让我开始慢慢打开自己的视野 去看到我别人的需求在哪 然后就回归到泰克式的学习 就是泰克式的学习 就是泰克式的学习 其实是大概在今年初我才知道的 然后在2016年天下 《七十天下》的影片中把它定义成 打破既有限性的学习 那其实我觉得这样子的概念跟 宏兰教授他在2009年所翻译的书籍 就是学习要像加勒比海盗 那这种海盗式学习香港类似 通通都是有目的性 有目标性的在进行学习 就是有一种目标先确立方法 日然来的概念 那其实学习要像加勒比海盗 原本的作者 James Marcos Bob 他只读到八年级 他就没有办法在继续正式 正规的体制内继续进行他的学习 但是他靠自学成为一个高科技专业 然后世界级电脑软体的测试丹家 对 那所以我刚刚回归到泰克式学习的主要特点 就是你第一点 你必须要知道自己为什么学 第二点就是确立目标后所进行的学习 那像在学习要像加勒比海盗中 他有举一个案例 那本书的作者他很有趣 他遇到一件自己不会的事情 他居然会跟他的客户讲说 会了 会了 我没有问题 然后给客户一个时间 然后在那个时间之内 把他不会的东西全部扶起来 他是这样去进行的 那当然有些人会觉得这样风险太大 可是其实这样他就是一个 非常有目的性的学习法 而且他给了符号时间限制 所以那段时间学习效果是显著的 那我觉得学习他之所以没有办法学好 第一个就是因为没有目标没有动机 那又怎么样才能学好呢 就是我跟我讲说就是用无头的苍蝇 在雪海中一直撞 那找到自己适合学习方式 虽然过得很重要 就是学习的方式是重要的 但是更重要的是必须要回归到你当时到底是为什么要学 你是有目标性的方式还是只是纯粹就是为了学而学 对 那我就是分享一下当时总结一下我们整体的自学的经验 那其实我觉得自学的他就是一种不学习的途径 刚刚前面有提到 那自学跟体制内教育最重要的是 接学习相比较各自的优点 然后互相理解并且配合 那我觉得学校他其实到现在 因为不管是网络资源的发达 然后还是说资源团体 然后或者是说很多地方机构 他们开始慢慢有开始的课程 其实学校他变成说是一个整合资源的平台 就像研究师、化学事业、餐饮教师之类的 那你自己可能没有办法完成的是 你在学校可以完成 那可是你学习本体还是要回归学生本身 所以我就想要说应用是目的 应用才是你的目的 学习是过程 那自学或是体制教育 这是方法 对 那所以其实回归到最开始的时候 就是目前台湾体制教育跟自学 为什么有的时候会无法互相融合 其实是值得去思考的 就是到底是怎么配合比较好 而不是去看到双方的特色是什么 然后要采用哪一种方法 而且我觉得这种方法应该是要 共同去并进的 对 那其实 就会想到过去、现在、未来 那这张照片其实是我在 华德福学校实习的时候照下来的 就是我上一个学期去华德福实习 因为其实我原本也是 我小时候我是华德福出来的 我念了一年半的华德福学校 我想可能 这对我接下来也是影响很深远 那 过去那个时候一次学它 在台湾不是很精神 但是现在已经不一样了 大家一直朝着实验教育 创新教育的方向 在进行改革与创新 那 而且开始也慢慢就是 就是有越来越多的案例 可以让大家看见 它是一种不同的学习方式 大家可以来 截取它的优点 然后并且想办法 找到方法去补助它的追恋 然后并且怎么样并进 但其实我觉得 对于未来的自学方面来说 我觉得未来的自学 它必须要像是 举例好了 国外有伊拉斯莫斯计划 它是两年硕士 在四个国家进行学习 那还有密尼尔 它则是四年 在七个国家进行不同的学习 那其实我觉得 如果说未来自学的方向 要怎么走的话 可能必须要像他们一样 就是开始 有一种世界之旅的概念 它不是说要还是不要 而是如果说 你要当一个自学生的话 其实你必须要有这样的一个概念 开始要慢慢走出去 然后去了解不同的文化 在当地生活一阵子 然后不是只有英文当作 第二外语 不是只有英文当作你的外语能力 而是你有第二外语第三外语的能力 然后这样子去了解对方的文化 然后了解对方的背景 然后有这样子世界村的概念 然后再进行 从这些种子当中可以成长 对 谢谢大家 平的东西 因为是现在大家也都非常清楚 아닙静 为目智多验 谢谢rar Can我们 Hä des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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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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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 大家上學的家長開始組織起來了,開始這個活動。 第二個很重要的時間是2013年。 在2013年,我們21世紀教研月發布了大陸地區第一份中國在家上學的文化報告。 第一次估算出了在家上學的群體的規模。 大概是溫度的人群,大概是18000人。 真正實踐的大概是2000人左右。 同時,2013年,事實上這一年的期刊論文的數量也開始出現了比較熱的增加。 已經突破了20天以上。 再接下來一個時間點,就是今年的2017年, 也就是我們事實上21世紀教研月園在時隔了三、四年之後, 重新啟動了一個調查項目。 我今天會報的就是我們這次調查的一些主要的發現和結論。 那麼這個調查對象呢,主要是大陸地區的在家上學的情況。 調查的時間是從2016年的4月到2017年的4月。 那麼由我們21世紀教育院,我和我們的團隊來做這樣一個事情。 那麼我們有一些主要的生員,共同參與了這個項目。 那麼我們這個調查呢,主要是關注從五個問題來展開的。 第一個問題就是說,在中國大陸地區,這些在家上學群體有什麼特徵? 那麼大陸地區,大陸地區,他們的基本特徵是什麼? 第二個問題呢,就是這些家長為什麼要讓孩子在家上學? 他們的原因是什麼? 第三個呢,就是這類在家上學的群體,他們具體是怎麼做的? 他的教育實踐是怎麼操作的? 第四個問題,就是在家上學之後,整個教育效果是怎麼做? 他們是怎麼看待在家上學的效果的? 另一個問題,就是跟我們的政策也密切相關的, 包括跟在家上學的發展也密切相關的,就是如何應對在家上學。 那麼事實上呢,2017年還有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到現在為止,在家上學在大陸地區是不合法的。 我們是楊老師,目前在叫違法中心。 事實上呢,就是在2017年,也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年份。 因為2017年的2月份,教育部發布的一份, 關於做好義務教育的階段落學的通知, 上面明確提出,不得擅自以在家上學習, 代替國家統一組織實施的義務教育。 也就是說,2017年是很重要的一個年份, 在教練部開始公開表了這個態度。 那麼我們所使用的方法呢, 實際上主要是以問卷法為主, 同時呢,組織以其他的語談和個案研究。 那麼問卷法這塊呢, 我們是做了兩類問卷。 一類問卷呢,是面向在家上學的學生家長。 那麼我們搜集了134份的這個家長文件。 那麼另外一塊呢,我們是調查了社會公眾。 問社會公眾對這個問題怎麼看? 社會公眾呢,我們搜集到了15000多份的調查文件。 那麼包括其他的,我們找了幾個個案, 那麼從多方面的情況了解他們的主要情況。 第一個問題,就是大陸地區再加上學有哪些主要的特徵? 我們一般而言,再加上的叫Holkschooling。 然後台灣叫大家自學。 那麼我們通常的表述是兩個最主要特徵。 那麼,一個是主要負責人是家長,或者是家庭品子教室。 第二個,主要的地點是以家庭為主要場所,而不是學校。 那麼從這種組織形式上來看呢,主要大概有三類。 一類是以父母為主導的,父母主導型的在家上學。 就是巴巴媽主要負責。 第二種呢,是幾個家庭在一起,不夠型的在家上學。 但是還有一種呢,是父母參與型的。 就是父母呢,幾個家庭把主要的這個責任呢,委託給其中一個家庭來做這個事情。 當然在很多情況呢,大概70%都是第一種,就是巴巴媽那負責。 那麼家庭負責順呢,佔大概不到20%的樣子。 然後父母參與型呢,大概佔10%的樣子。 大概是一個夠型的。 那麼,事實上呢,到現在為止,大陸的地區因為剛剛開始出現這個情況, 我們,嗯,首先從這個概念上,其實是存在很多問題的。 就是我們也會發現,很多這種常見的問題都會有那種形式。 首先从组织形式上来看,包括我们的教育行政部门,包括很多人在这种观念里面,会把在家上学理解为不继续要上学,还会把在家上学理解为这种校外的课训机构的办学,对这两方面是不一样的。 那么从教育内容上来看,有些理解,包括教育行政部门,会把在家上学和这些年复兴的传统化教育调调起来,特别是最近一些年,像以私逐国经班纯粹讲,就是传统的国学知识的,这个群体增长度非常快。 有人是不是估计这个群体可能已经达到了十万之中,那么有些地方会把在家上学等同于所有的这类的,不去学上的情况。 还有一些呢,会把在家上学跟这个宗教教育绑在一起,在家上学不去,这时候去的教育呢,它是为了培养这个宗教信服,所以它的内容里面跟宗教会有些交叉。 那么从年龄段上来讲呢,也有一个问题。 通常,这个国际上比较官方的定义,是把在家上学借顶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 大陆地区是九年义务教育,也就是说在小学或出书了,你不继续要上学,在家里面上,要在家上学。 但我们最后调查下来发现呢,学龄前的儿童,也就是说,相当于幼儿园阶段的孩子,这个比例在全体非常之高。 那么,很多呢,我们碰到的一些家长,很年轻,都是甚至是八年后,九年后的家长,他们呢,对整个应试教育体制生不痛绝,说绝对让孩子再受义务教育的苦。 所以呢,孩子甚至刚出生两三岁,然后去开始打听,说又没有什么其他的方式,能够绕开我们传统的义务教育的体制。 所以最后调查大家呢,学龄前的儿童,实际上是占了我们很重要的一块比例。 那么如果说,今天的大陆地区的群体循务,我们来说的话,那么我们第三年的调查数据,是大概一万八千人观众,两千人证证实践。 那么到2017年的时候呢,应该说,未切关注的大概五万人,未切关注的,并未尝试的,真正在家实践的大概是六千人。 那么这个数据呢,我们怎么做出来呢,因为这个群体很崩溃的调查,尤其是在现在又是处于非法状况的情况下。 所以呢,我们主要通过三个途径,一个途径呢,是通过这个,这个,这个QQ群的,因为大陆地区用的这个QQ, QQ群的,以再加上去命名的这个群的人数,大概有多少。 当然有些不在里面,有些在里面,但不是。 那么我们大概把它相比一下,跟第三年的数据增长情况做了一个比较。 第二个呢,我们是考虑,再加上去联盟,这个组织的发展情况,它的规模,从2013年到2017年,有一个大致的增长趋势。 而且呢,再加上去联盟,刚开始是网站,后来呢,大陆从第一,一二,一三年开始,基本上都是微信。 所以呢,微信的关注的人数,就是,事实上是它这个群体,这个密切关注的群体。 还有一块呢,我们其实做了一个面向社会公共的问卷。 在面向社会公共的问卷的时候呢,我们其中有一个调查,就是你对大家上学的了解程度怎么样? 非常了解,比较了解,不太了解,还是不了解。 那么其中回答,非常了解的比例,达到了一千多人。 也就是说,这一千多人,可能有可能在周边就有大家上学的群体,或者他们自己就是大家上学的人。 那么,实际数据,数对于一千多人的数字。 所以我们通过这几种方式,大概浮测出来,是对欠人的规模。 那么这是一个大概增长期视图。 如果从地区的统计来看的话呢,整体来说,越是巴达地区,越是东部地区,比率越高。 越往东西部走,比率越低。 因为在大陆整体上,是东部的地区,特别是沿海地区,是经济很发达的地方。 像北京上海,包括沿海的广东,然后浙江江苏,这些地方都是经济非常发达的地方。 那么他们的大家上学群体,比率也很高。 那么,这些年增长比较快的两个地区,一个是河南省。 河南省人数基数很大,它的数据增长很快。 还有一个是四川省。四川省的数据数据也非常最快。 那么,如果说大概的学生的一个主体的特征的话,就是大多数是不胜子女。 男孩子比女孩子稍多一点,大概男孩子占到60%、女孩子40%。 年龄基本上都是11岁以下。 因为进度初工,这样以后呢,就大股下滑。 然后一般都是在接受过幼儿园,或者是小学低年级教育以后,都在上学。 就是说,七成以上的孩子,他是受过一定程度的学校教育的。 那么更多的是因为在学校过得不愉快,或者在学校遇到了很多问题,所以去选择在家上学。 另外呢,整个这个群体呢,在家上学的时间都不长。 四分之三的群体,在家上学的时间是不到两年的。 整个时间也就不是非常长。 那么,如果我们要看究竟是哪些人在让孩子在上学的话, 我们发现他们有一些特征。 就是80%的在家上学群体的家长,他们是受过高等教育的。 然后呢,80%以上都是城市居民。 尤其是大多数都居住在大城市。 那么,其中还有20%的家长,有半年以上的出国经历。 这个比例是非常之高的。 因为他整体是受过很多很好的教育。 还有一些是受出国甚至回来以后再在上学的。 另外,比一半的家长有一定的教学经验。 那么,为什么让孩子在上学? 主要是三个号,就是家长对学生教育已经充满。 然后孩子不适应学的教育,以及互联网组的技术的发展。 所以,当我们认为他具体的原因的时候, 我们认同学校教育理念是占的比喻最高。 然后才是具体的教学方式、科学内容、教学进度等等。 那么,接下来一个问题就是,他是怎么在在上学的? 那么,我们从三块来看。 从关注重点来看,他更多地强调道德品质, 或者人文素养的综合提升。 从科学内容上来看,有一半是直接以为国外教材。 还有一些是自己踏踏的要求,这个比例都很高。 从教学实践上来看,大部分跟学学的实践都是不一样的。 那么,如果我们真要画一个实践类型的话, 大概可以画出几类。 一种是武昂学校的School Apple学校, 另一种是科学王中都一样的非学习法学校。 还有一种是中国传统武法学校, 包括宗教教育学校, 还有这个博图特长或是需要的影响。 那么,整体的效果呢就是, 家长对大家上学的效果是满意的。 但是,社会公众对他们的圣络化状况表示难忧。 具体而言,这个家长应该说是满意都非常之高。 但是,社会公众对他们的圣络化状况表示非常难忧。 那么,怎么应对这块呢? 我们提出一个基本的想法, 就是一方面要鼓励与创新, 但同时也要保障教育质量的底线。 所以,我们这次也很高兴, 希望能够跟台湾学到更多的相关的经验。 那么,最后我们提出了一些相关的政策定义。 那么,因为时间有限, 你们要后报到这里,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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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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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是一声? 有些直播的麦克风? 我们现在加在领口。 在领口是吧? 坐在领口是吧? 喂喂喂喂? 但那边剩下了什么? 那边在直播。 喂喂喂! 我又去的是吧? 哎呦, 东西太多了。 放在口袋里。 放在口袋里。 放在口袋里? 放在口袋里不可以。 等一下 这个上一个下一个是吧 各位尊敬的贵宾 各位老师大家好 我是来自中国大陆江苏大学教育教育学院的王斌 那么呢 我在讲一个主题之前 我先首先说一下 第一呢 很抱歉 在那个简历上说我是博士 我目前还没有拿到博士学位 这是一个简单的说一下 另外一点呢 要说一下的呢 就是我抱给那个议程上写的题目啊 和我实际上讲的题目呢 还是有点出入 我在那个议程上写的 有一个副标题 叫做家长对其子女教育的参与成就 Pose号 从在家上学到家长委员会 这个呢 是我六月份 六七月份投稿的时候的一个基本的想法 但是随着我的研究的一些进步啊 我发现这个可能还有一些地方呢 不是特别合适 那么呢 我对于进行重新的一些输理和分类 那么呢 很多问题实际上来讲呢 我个人 我个人在这里说的 很多问题也自己也说实话 不是考虑的特别的清楚 这个在家上学的教育也好 那么私属的 我们会不会谈到私属教育也好 它都在一个发展的过程当中 好在我们在这里面 跟大家同 那个实验教育的同行一起来进行一个研讨会 那我们主题是研讨 那么呢 实验教育和和我们已经有了上千年的 那么学校教育不一样 实验教育没有专家 没有权威 大家都是可能很多 当然台湾可能会走的比较比较前面一点 到大陆在这方面走的 可能要稍微要晚几步 但是我们应该说 走大家走的路都不是特别长 这一块没有所有谁说 我是实验 我是在家上学方面的研究专家 我是权威 这一块呢 我可能不存在这方面的问题 那么我们今天就这个主题进行一点点阐释 那么我今天要讲的主题的主要包括这几部分内容 那么一个就是家长参与的一个回潮 第二是家长参与程度的极其类型 第三是家长的教育参与 最后呢我们做一个简单的结语 那我们做这个研究啊 首先是从在家上学开始的 然后我们在在家上学的时候 我们发现在在家上学当中有非常多不一样的类型 然后呢在它的类型的分类当中呢 家长的参与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维度 而我们在传统的学校教育当中 没有把家长当作是一个重要的利益相关方 所以呢我们在这里面在聚焦家长本身的一个参与 好 呃我们大家都可以承认 专业教师的出现呢 是人类教育史上的第一次革命 先前的教育呢 我们说先前教育都是在家上学 在家上学是传统 应该磨得一下 学校教育是新生事物 我们可能时间期 我们说学校教育时间太长了 可能忘记了学校教育是一个新生事物 再加上一些才是传统 好 那我们后面出现了专业的教师 专业教师呢 是人类教育发展史上第一次革命 是教育的工作了 首先从家长和家庭的当中脱离开来了 它成为了国家和集体的一个重大转变 那么早在1619年呢 就德国就公布了强制入学的一个法律 那么随着各国义务教育的逐渐的展开 那么学校逐步奠定了 作为唯一的合法的专业的教育机构的地位 那我们有家长实施的家庭教育啊 就逐步被专业教育的专业教师的 所做的学校教育所取代 但是呢 我们今年看到一种特殊的现象 就是近年来啊 在中国大陆这一块 家长对于学校的关注啊 开始出现一种回潮 那么有一部分的关注 比如说家长对于招生的后勤方面的关注 比如说家长报出来 那么那个跑道啊 学校的跑道啊 那个橡胶跑道啊 有比较多的甲犬啊 这种情况 还有湖北省和江苏省呢 因为有相当多的一些农民工子女 那么农民工子女呢 占用了农民工子女的家长呢 占用了高考的一个名额 这个问题呢 如果要说的话 可以很细的说 因为占用了高考的名额 而有的本地的家长 就是说外地人 占领了我的对面的高考名额 才是呢 具体抗议的一个现象 那么深层次参与呢 还有家长择校 择班级 择优良的教师 这种行为 他择一些优质学校当中的好班 和他的离师这种行为 当然最为极端的一种参与方式 就是刚才王家教博士 他所谈到的 那么家长完全放弃 学校教育 选择让孩子再加上学 那我们 家长参与的类型呢 有非常多 不同的一种分类层次 我们经过反复的研讨啊 在这里面呢 把它粗糙了很为 直接的教育 共同教育 有限的参与 和委托的管理 这四种形式 我们认为 其中有的教育 有的方式啊 是体制内的 有的方式体制外的 有的方式合法的 有的方式是非法的 我们认为 从在家上学这种方式 到家长的一般的参与当中 是一个连续体育 continual 而不是一个 既然可以分开的 这么一个东西 好 第一种教育方式呢 是直接教育 就是 父母不送子女上学 自己在家 直接教育他的子女 也就是 父母主导性的 在家上学 那么呢 以单个家庭 为教育单位 以他直接教育子女 为主要教育方式 那么呢 这样的一个教育呢 它的内容的选择 活动的组织 效果的一个评价 全部由父母来掌握 就是这种方式 这种方式呢 引起了很多的 有一些案例 但是也有一些 特殊的争议 就是 有的家庭呢 在这样 这样完全由父母 包办的那种 在家上学之后 子女的 在教育教育学当中 收获非常少 非常少 甚至学习了好多年 不能完成基本的算术题 不能阅读一般的文章 不能做出一般的简易的英文的 批写 这样引起了 在媒体报道上来讲呢 也引起了社会的一些不良的反响 第二种方式呢 就是由于一个家庭来父母来教了 实际上太辛苦了 就出现了父母不送子女来教育 若干的志同道合的家庭 互相帮助 共同来教育的子女 这是一种家庭互助型的在家上学方式 那么部分的 他们自己一起来寻找教材 商讨教育的方式 来开展教学 有的时候呢 也请 有的时候如果有的科目 那么相关人员不能完成 比如说有的英语水平的 或者有的那个英语美的 不能完成的 也偶尔少量聘请的家庭教室 这一种参与的方式呢 它的最大的困境在什么呢 在若干个家庭互助式的家庭的 在家上学当中 最大困难是什么 就信不起 有的家庭是在家上学非常坚持的 非常坚定的 有的是走一走看一看的 那么群体内被发现分歧 我要继续坚守在家里面 在家上学呢 还是要回过来 回到传统的学校教育里面去 好 第三个呢 就是和这个不一样的是 子女呢 父母呢 为子女选择一定教育方式 并通过一定的方式 那么 有限度的参与到 学校的一名教育当中来 那么这个分类的方式呢 有很多 那么内容上也有很多的差异 那么分类的方式呢 有比如说 为子女选择学校 就是入学前 为子女选择学校 入学当中 那么一定程度的参与学校的管理 这有合法的形式 有非法的形式 我们在这里面呢 勉强把它分为三类 就是现代私俗 折校行为和学校的管理的一种参与 第一种的参与方式呢 就是有限的参与 有限参与当中的一个一种方式呢 叫做比家长参与程度比较高的 叫做现代私俗 目前呢 中国大陆呢 存在除了在家上学的这种方式以外 还存在着为数不少的私俗教育 学堂教育和教会学校 他们多数规模不大 目前处于地下半截的状况 没有取得合法身份 这个规模有多大呢 有研究者 大概预估了一下 仅仅是私俗的 这种学堂这种样子 在大块有两百所左右的药 那么在校生命有多少呢 最保守的估计大概在万人左右 最保守的估计 也有的估计他说有好多万人 这个我们不说了 因为这个没有得到官方数据 还有一部分是教会学校 比如说因为父母信基督教 把他送到教会学校这种 这种地下的教会学校这种 那么这种方式呢 虽然在教学内容和方式上 与普通学校存在差异 但是呢他已经性质上来讲了 已经类似于私立学校了 有的呢已经规模比较大 有招了上百学生的 有的规模比较小 招几十个学生了 那么父女 父母呢送子女去私俗学校 学堂这样的学习 这样一些体制外的 体制外的准学校吧 体制外的准学校这种方式呢 大部分是出于对于现行体育 现行那个教育体制不满 那么对于某一种教学内容 比如说国学啊 传统文化啊 宗教信仰啊 的一种偏好 而不是为了追求更高的 一种教育品质 在有限教育当中呢 参与程度偏低的一种呢 就是中间的一种择校行为 就是 它是放弃义务教育阶段 按照户口的 那个学区 究竟入学的 而跨学区选择的 那么因为本学区里面的学校呢 它的教育质量比较差 它希望能到 其他的教育品质 比较好的学校里面去 这样的一种选择的方式呢 它是体制内合法的 公立的 或者私立学校 当然它的方式不太一样 方式呢 有一些不太合法 就是它通过 那个不按照 那个部口所在地 究竟入学 而选择在其他的地方入学 这是择校行为 第三个呢 就是一种合法的 那么参与程度 比较低的教育方式 就是参与到学校的管理的时候来 那么孩子进学校以后呢 家长通过各种家长组织 比如说家长委员会的组织啊 参与到学校的课程实施啊 那么教师的识德的评价啊 那么日常管理啊 招生啊 这些工作 有的时候呢 家长也到学校里面来听听课啊 带领学生参加一些社会活动啊 等等这些形式 那么他 那个参与了学校的民主管理 那么间接的参与到子女的教育 教育当中来 这种方式呢 是 教育部比较提倡的 目前在看呢 大部分的学校 也都基本上 建立了学校的 家校的合作的一些组织 比如说家长委员会啊 家长学校啊 这类的组织 这种呢 属于是参与程度偏低的一种方式 参与程度最低的方式 是委托的管理 就是父母呢 把孩子扔到学校去以后 基本上不再管理他的一些日常事务了 他对学校的民主管理啊 学校的选择啊 课程与教学啊 当中啊 基本上不太熟悉 不太热心 也不太来管理 那么呢 我们想对家长参与的 这样的一个 进行一个简单的分析 简单的分析 那么我们从不同的立场来讲 对家长参与的利益相关方 进行一个分析 第一个利益相关方 政府 政府对家长参与 是一种什么样的态度 政府从法律角度来考量 必然是要求所有的子女 所有的小孩 都入公立 或者私立的 体制内合法的学校 这是一个法律的角度 第二 那么通过建立好的学校 或者差的学校 这样的学校 可以有利于 那个房地产的升值 学区房的产生 从学区房的产生当中 政府以某种程度上 也能得到一定经济力 这也是一种考量 也是一种政绩 这是他的 他的那个 经济力以上 和这个考量 最后一种呢 就是按照我们按照 意识形态再生产的角度考虑 学校是意识形态 再生产的工具 在学生在学校里面 受到教育以后 又把他在学校里面 受到的教育 类化为自身的一种价值观 所以呢 从政府的角度来考虑 从经济 从法律 从意识形态再生产的考虑 他都不是特别热衷于家长过度的参与 他认为家长应作为一个辅助手段 部分的支持工作就可以了 至于学校 学校以专业之居 自认为是唯一合法的专业机构 对于家长的参与是不热心的 家长最多处于一个被动的 配合的一个状态 至于说你自己在家上学 至于说你自己把它送到 那个体制外的合法学校 在传统正统的学校里面看来 是一种可能近乎胡闹的行为 第三个 家长的立场 家长立场的一个基本立场是 希望子女受到最好的教育 他们有的时候呢 会以选择体制外的一种方式 有的时候会选择体制内的一种方式 那么这个与他的一种基本的理念啊 与他的教育教学的理念 与他的宗教背景啊 与他的国学的一些背景啊 都有跟各种各样的关系 最后我们容易被忽略的是什么 儿童自身的立场 那么任何一种教育形式 必须回复到儿童本位的立场 任何一种教育形式 无论是他作为实验教育的 这种还是传统教育的形式 都要保证 儿童通过教育 获取基本的知识与技术 都要保证 儿童健康快乐的一种身心的发展 我们认为这个儿童立场是实验教育也好 学校教育也好 最支持的 最底线的 最根本的一种立场 那么呢 教育的需求啊 将来会日益多元化 那么教育呢 将不再是一种纯粹意义上的公共产品 它是一种介入公共产品 与私人产品之间的 性质的一种产品 最后呢 相关的法律呢 也会逐步的完成 健全 那么并以保证儿童受教育权 作为底线 那么家长的参与呢 将会使学校 会有更多的变革 那么由于那个 这个主题比较复杂 他参与的内容呢 有进校之前的 进校当中的一个问题 参与的深度里 有完全代替包办的问题 完全不干预的 参与的合法性 有体制内合法的 有法律边缘的 有体制外不合法的形式 那么他具体的功能与定位啊 他可以讨论的问题非常多 我们今天呢 只是提出来这么一个问题 他任何一个单独的一个问题 又可以开展 相关的研究 那我们本文的条理性呢 可能会存在一些问题 我们只是把家长参与这个问题呢 作为一个 一个问题的抛回来 我们希望大家呢 能够耗费更多的想象 能够提出更多的 保护理解 谢谢大家 谢谢 那个主播 非常谢谢 这三位发表者提供 我们非常好对的经验跟看法 那 周庆全老师 从台湾自己本身的一种 自学的经验当中 分享一些 我们的资源的过程和协助 我相信其实在 所谓的自学这个部分的 能够发展 其实也反映出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 那概念是 其实是除了这个 这个学校本身提供的资源之外 这个社会的 是否能够进步到某一种的层次 那个社会本身是否 是否提供了相关的一些资源跟帮忙 是让这些孩子 从 从学校的方式当中 转化到一种社会的群体过程当中 去寻求更多的资源跟帮忙 换句话说 过去这个自学的一个现象 也反映出 所谓的 社会成立的一种 进步的一个现象 那我个人认为说 其实不管是从 柯琳琳老师 王贵 他博士 王贵老师 这样的一个 系列研究过程 我们都可以看出 其实在台湾的 实验教育过程当中 不管是公安公民的实验学校 公安民的实验学校 这个百学科的奉学 当中你其实都可以看到 一个非常 一个关键的问题 就是代价自学 其实是整个实验教育当中 最弱实的部分 那这个最弱实的部分当中 因为我们教了很多 很多税给政府 但是政府在所谓的 经济资源的 重新分配的过程当中 多数在给予 所谓的东外公民的学校 跟东外公民的学校 但是对于 非学校形态的 那些自学谈定当中 相对来说是非常少的 因此好像改变了 自学的学生 不只要自己挑腰包 或是要缴稿的政策 那相对来说 其实有些人聪明 不过这一次当中 我们其实也看到说 在自学的学生当中 也有很多的努力 他们基本是 经过所谓的学校的 这样的一个教育过程当中 去展出怎么样去让自己 转化成一个更加能够 去进入到文明社会当中的 一个部分 同时也能够去 帮助自己的出行 产生这样的贡献 OK 那么 其实我针对这三位的方案 都有一些小小的意见 跟一些看法 跟一些回馈 首先我想请问一下 周星宇学员老师 一个问题 就是说 就以自身的经验来说 当你在自学的过程当中 你们遇到一些挫折 这些挫折该怎么面对 同时是说 在如果你不用所谓的 学校资源这些部分当中 你是怎么样去寻找出 你觉得你对乃说是比较重要的 一些可以学习的方式呢 其实 我来看看 知道大家听得到吗 对 就其实那个时候在自学的时候 遇到最大的困难 反而是自己跟自己的动作 因为说真的 看自学初期的时候会有动性 所以其实是在跟自己的动性做动作 那其实主要倒不是太多外力的问题 因为那个时候 说真的其实自学这个东西 主要是以当时一个完全不是成年人的分分来说 其实自学最大遇到问题的不是学生本身 是家长 因为学校第一个会找的是家长 警察第一个会找的家长 教育大会第一个会找的是家长 其实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所以遇到最大的问题不是我 而是我的母亲 对 那所以我才会说 如果说最大的困难的话 其实就是只有我跟自己的动性的斗争而已 然后另外就是关于社会资源的认识 其实那个时候 嗯 嗯 嗯 那个时候我去脚踏车环导之前 我自己没有脚踏车 我骑的是一个五百块的菜篮车去练习 对 那那个时候不管是刚三七年大会 还是说当时的社会老人福利 福利的一个运动中心 还有教会 嗯 就是我在教会那边学戏剧 学打鼓 然后我用那边的 嗯 钢大会还有我刚才 社会老人福利中心那边 嗯 的一些运动资源的器具 去练习 我当时找到小传统练习 然后并且跟钢大会一起骑车到 嗯 墾丁 对 红锤沙那边 就是全部通通都是练习的过程 其实有非常非常多的资源 就是自己会不会去找 然后还有有时候有一些 同书馆各班的活动 然后说它有什么插画体验课程啊 瑜伽体验课程啊 之类的 其实通通你可以运用到的资源 就是看你想学什么 所以我那个时候的自觉方式 不是说我对哪一方面 真的特别说 想要一门深入 然后没有办法在学校去进行 这样一门深入的学习 所以要进行自觉 而是我觉得自觉它其实应该 就是学习应该要更多元更开放 而不是仅限于学校这个教权的场域 或者是说 而学校这些教权哪个人 也就是我才进行自觉 那大概是这样 有回答到吗 OK 谢谢 那说到各位来听 有没有针对我们有周老师的一些 發表题 或者是建议跟回馈呢 你真正请出一下 郭校长 好 我直接这样讲好不好 好 好 大家好 大家好 那刚刚有听到周老师有分享 他小学有定多一 一年半的巴克服的学校 所以那个听到您的分享 是说对你的后面的学习影响很大 那可不可以多谈一下 这一块有哪些影响 特别在你求学的方面 那第二个就是提到说 在课程上感到中 你去寻找自己有兴趣的课程的部分 那有很多资源 你可以自己去收集过来 但是这个会不会有一些 学习上的偏词的问题 那刚刚有听到你国中的阶段 但是没有听到高中的阶段 那如何从高中进到大学这些课程的年纪 这样 谢谢 那我们先回到华德福的部分 因为华德福他的教学 有点像是刚才到提点的部分 他其实 他也是主题式的教学 所以他会有各种课程 然后几个礼拜之内 你主要的课程不是这个 然后其他的课程我也读 所以他会是一个非常逆极性的学习 那我之后的学习 也会是比较属于逆极性的 就是可能短时间 就是这段时间我就直接过 这段时间我就直接修学 这段时间可能我就是专门练当情 这段时间我专门练曲他 他就是有一个非常强烈的主流 让我在短时间在密集的接收 某一方面的训练 那至于偏识的问题呢 其实就是刚刚讲到的 家长陪伴的问题 那小孩子一定会有偏识的情况 他一定会有自己喜欢的 自己不喜欢的 然后自己想面对自己不想面对 其实这个时候完全 就是靠母亲的没办理引导 那至于高中的部分呢 因为那个时候是9年国教 没有12年国教 所以虽然说我高中 还在持续我自学行为 可是因为其实讲实白一点 我国中的自学 就已经没有申请 所以我是国中医业 我没有毕业 那我高中当然就是 直接不用申请啦 因为那个时候 不是12年国教 所以我高中呢 我就直接继续 进行自学他的本质 但是我并没有挂上任何学籍 那为什么我现在会是 研究生的原因 是因为我后来用 我高中的时候我出去 自学期间 我参加一个叫做 少女安来的计划 那那个少女安来的计划呢 它是针对于 15岁到19岁 会就学会就业的学生 所办的一个算是 选招的活动 那你只要去参加这个活动呢 基本上就有机会 像一艘叫做精神号的 不用力帆船 那这都是 那家伙企 想让我动力帆船呢 是你有钱也不一定上去的 因为它属于像改外人 然后一眼招逃亡两次 所以其实很难牌 我当时 就为了上这艘船 所以去参加这个活动 但是其实15岁到19岁 会就学会就业的学生 就是总数生嘛 那一定会有很多 不同的生活经验 然后还要体验 所以这对我造成很大的冲击 那也 那我在接下来未来的目标 就是更行解说 但是有不同的教学背景的 要怎樣相處 然後還有他們不知道遇到什麼樣的問題 對 那情形通過是不同的幫助 對 那 不好意思 就是我剛剛看到有點問題 就是 所以說 回歸回來的話 他其實是 就是沒有什麼嫌疊的問題 但後來我就是 兩年以後 因為他有一個職場體驗 所以兩年以後 我是已經去工作過 然後兩年以後 我的憂鬱症 那就是我的憂鬱症的期間呢 我很奇怪 我不是說 我要再待幾秒 我反而堅持說要回到學校 因為我覺得 憂鬱症他 當時我的病室感是告訴我說 一定要找到一件規律 每天必須要做的事情 所以那個時候我是17歲 但是我反而就說 我要回到高中 然後後來回到高中的時候 我18歲的時候 我發現空大 空大就是18歲不限決定 就是可以迷失入決 所以說 我就去空大 就是等於說 18歲的到19歲這段期間 我是同時間高中 同時間大學 然後空大念滿40個學班以後 又可以轉學考到一般學校 所以我轉學考到文島 然後我又把文島的選擇 還有我這時候 一直跑去修術的校外課 還有修術的課 全部拿去空大體驗 所以我就帶空大來 同班畢業 然後我就盛行 大概是這樣 對 所以比如說我 高中大大學念 其實念完是 這樣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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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際上有講 這事業實際上 Тем自己無論是 要求的 也就是大部分不担心 至于具体的案例这一块 这次我们的调查也发现 真正能够长时间的延续性的 并比并不是很高 而且从第三年 当时调查做完了 到17年是时隔三四年的时间 中间其实也有很多变化 有一些人可能是 一段时间已经撑下去了 或者又回到学校了 或者又发生其他情况 然后我们能看到的 就是我们也会跟踪一些案例 那么从 13年的时候 就是在家自学 到现在小孩子又接近 相当于大学的阶段的时候 也在在家自学 那么我们其中有一个案例 是这样一个情况一直跟踪下来 那么同时呢 其他也有一些我们也希望 后续能够得断地跟进 看看他们的救命后续发的情况怎么样 当然这块确实是有很多不新的营修在里面 因为能不能给安理分别 就丢了 或者他就回到学校系了 那么当然 其实我们希望也 就我们这样更多的 歌案的研究本事也是非常有价值的 现在大陆也开始有越来越多的 说说论文在写这个主题 因为这块 这种个案性的研究其实容易比较 比较容易把控的 所以我们也看到了越来越多的 类似个案的研究 但是长时间的 持续性的其实还是很少 因为毕竟才刚刚开始这种现象 那么真正的 从规模性的增长 也就是最近三四年的时间 能够比较快的增长 而且今年教育部 除了这个表态以后呢 可能很多家庭也会受到一些影响 甚至包括那个 大陆在家生产联盟的一个负责人 他其实就有点 有点矛盾的 就是说他们一方面觉得 实际上的成功 这个实践整体来说 还是比较满意的 但是呢 因为外界的压力 所以很多家长 不愿意把信息透露出来 也不愿意接受外面的 采访的跟进 所以跟踪每个案例 建立起一种信任感 其实也还是挺困难的一个事情 就是我们通常会 通过他们的一些活动 达到内部 然后了解他们情况怎么样 然后才慢慢的保持 这样引起这个信息 非常棒 就是我觉得 你这样的谈 但是我都想加入他们的QQ社 非常谢谢王家家博士 提到那么多非常重要的一些 研究资料 不像各位来宗 有没有针对王家家博士 所提出来的一个整个 调查性向 大家可以直接发给我们看 我们先请 教授 好 各位市长好 我想请教一下 事业上的话 刚才有两个案例 就是在台湾 台湾的话 给予实验教育的 就在家自学的孩子 有蛮多多元的管道 包括现在的话 大学啊 技职院校 都有开放特殊的选材 所以他们在这一方面的话 真学是比较没有问题的 可是在纳路的话 我是想请教 就是刚才延续王国士您的那个谈话 就是说如果这是一个非法的 是个非法 那就是儿童的认知发展啊 还有呢 他们在未来的那整个的进入 是比较跳坡的 没有办法按照就是国家 没有办法有一个多元的那种进入 那种管道让他上去 那这些孩子 他们自己本身的那个成就 包括他的那个从小学啊 或是中学 那他们的那个成就的话 比较难评估 那所以 所以这些孩子会不会未来 他会往国外的真学去发展 如果他是往国外去真学发展的话 那国外也是需要有一些 成就的一些评证 那不晓得说 在算是非法啦 有没有什么样的 一些多元的管道 能够帮助这些孩子 他目前为止 那第二个就是说 有没有比较特殊的个案 他现在因为在家 神经在家自学 然后之后的话呢 他有很好的成就 有没有这样子的一个个案 所以说 谢谢 其实 这个提到 一个是 他现在这个群体 这个需求是什么 那么我们教会下来 我们会铺谈会认为需要 不得政策的支持 或者外在的一项资源的支持 但是我们调查下来 他们认为他们最缺的是 其他家庭在家上 有经验的分析 就是说全体内部的 抱上去呢 导致最重要的 他认为这个外面的政策的 法律的甚至不是最重要的 那么我们在 其实 特别是我们洋洋洋洋 在呼吁大陆这件事情 在家上的高法化 但是他们的 包括在这个 上海里面的负责人 包括其他家人 就没关系 现在挺好的 就是 如果真的合法了以后 反而都吃了喝多别处 但是现在反而挺好的 那么 他们真正需要的是 群体之间的帮助和支持 所以在家庭联盟 现在在干一个事情就是 就是全部各地 他们在全国各地 工作法的形式 互相交流和合想经验 那么通过这种方式 大家 互相借鉴 人家怎么去 第二个就是 关于他的 全力的认证的问题 这一块呢 其实也是有 很多的零件事会在里面 因为 我们的应用教育法 是 2005年修订版的 大陆的应用教育法 固定是 如果你真的 不接受应用教育 你要向 线一级的教育行政部门 或者相应一级的 人民政府 行政批准了才可以 但实际上呢 几乎没有什么做的 大家都是 要么私下有些 学校打算协议 就相当于说 我学习外在学校 那么 但是我实际在家里面 再加上学 而且 因为大陆现在管得很严格 就是说 这两年我们建立所有的 一人一号的这个系统 就是你身份的号 所以看你绑定了 你一直把它寻 马上来一个人 一个寻一个号 当然 教育行政部 目前的表述是说 这个号 学习号是一个结果 特别应该作为 是否入学的前行 那么也就是说 从教育部的态度来说 其实是没关系的 你真的 真的这几年大家上学了 后面要不到学校 也就是留着这个口子的 但是更多的实际的情况 就是家长对学校协商 那么说 有各种情况 然后各种去学校 然后在学校来说 它也有很强的立场 对于很特别 成绩不好的 影响学校的认识 你搭不得就赶快走好 然后二个学机就行了 但是对于 也正常的 甚至是 因为一个学生开房 对于一棒 这个时候呢 也确实有一些家长 那么他们实际的学校 完全到家了 说这样 我是代表了 我只能走了 你能拿我肚子上 因为大陆的法律 合的时候 他不会这种严格的执行 真正的落实 所以去 去抓家长的责任 是很蛮的 而且 我们的法权 就是在做家长的责任 那么 所以实际上 也没有真正追究 真正的出入这一块呢 其实 通常在部分 要不是出国 出国这一块呢 所以我们现在也发现 像美国的 其他国内有一些 区域学校 就网络学校 他们不会在 这个网络学校做得很好 他会比如说 注册 八三三万美元注册 然后不断定性 还提交作业 提交学习实力记录 最后拿一个 美国实际学校的 毕业文件 然后去国外上大学 这种是一种 如果在国内的话呢 它就一种是 你继续考大学 考大学 现在国 大多的规定是 甚至你可以 以社会人员的身份来考 而且 我们一些 其他家长的经验 他们也讲说 虽然 一般都是 包装生产的地方 但实际上 以社会身份报名 去居委会 盖个商商 就是想办法解决 基本上 一般也都不会遇到 这样的问题 但还有一些家长 更多的是 真正能够上到大学 这个年纪的比例 又不是很高 所以 还有很多家长说 走一步看一步吧 现在 也不见得 以后会一直做 最好会走下去 那么 还有很多是因为 这一道不是学校 需要一所调整 更多的 比如说 真正实践的群体 它大概是六千 关注的人 更多 然后甚至是五倍 十倍以上 这个是我们 二十一日教育院 发布了几次报告以后 西方媒体 几乎所有主流媒体 全部都爆料了 那么很多家长觉得 他们非必要 非要大家上学 但是他们想 更多的时间 不去学校 就是希望能够 这种 在加班上 不得适的一种模式 那么 能够 让他少受一点 学校的 约束回到城 这种家长诉求 是比例非常之高的 所以我们也希望能够见见 台湾和国外的经验 就是 在加在校混合的这种模式 究竟怎么能够来实践和推行 但是从学校和教育学生务 他们都会有更多应该这个事情的 那么 还有一个事情就是 您最后讲的是 一个 有没有什么个案 是吧 个案地方其实也有可能 我们 最早的 九十年代的时候 大陆有一个 很大王叫 郑远杰 他就让他的儿子参加上学 现在也是 听到父母 然后就是 自己在办公室也做得很好 还有一个叫 一个 袁小弟 也是第一年 参加了我们 二十一世纪研究院的 研讨会的 这个小姑娘 也是参加上学 后来大学 然后出了很多相关的 论书 学书 整体情况也都很好 您刚说 个案也是有的 但是呢 他就是 他好细量的 他的比例并 不是很高 所以来看看他的小学生 对 好 好 谢谢 OK OK 那我这边有个问题 一下子 然后就是 就是 王毕够 不是 好 那就是有关 我刚刚有提到这个 在家之前的部分 就是 四十三是 不大年就 就是 有 十分之一的 就是 也是 25%的 比例有多低 那他们在 教学 可以持续下去的 理论是 他的课程 他的 工作方 交流 是不是 非常的成功 那 理论上 他们才有 帮忙持续下去的 一些东西 那 这个是不是 可以 解采一些 然后他们在 这个交流过程里面 有什么样的 特殊 因为他会有一些科目是 数学 不理化学 或者其他科目 其实是 蛮专业的科目 他们是怎样找到 这样一个课程 蛮重要的 点 刚刚有提到这个 他 就是说 已经有研究美国的 一个自学的 一个方案 那他们在美国的 自学的 这个经验里面 有没有受到 才能影响 他 这个社区 中文的 这个自学 一定要进来 谢谢 那个 你看 其实 一个是 就是他 为什么能够 坚持到两个以上 他 他 主要的 第一度是什么 那么 我们 公共下来 主要的情况 还是家长的一直 就是核心事实际上的 但有一个核心事实际上的 因为很多 他家里面 他们 这个 夫妻之间 要达成这种故事 才能够 领个录这么大的压力 来去实践 所以 这一块是很重要的 就是肯定力量和真心 然后 从科学实践 这一块呢 事实上 现在他们的 渠道来讲 还是非常之多 而且 我们像这次 刚才带来 他自己 直接用国外的 课程 然后呢 自己编的课程 包括 也有很多 谁把学校的课程拿过来 也有很多 那么 他们主要的 真正的教学方式 这一块 就是 学生 孩子自学 鼓主 是一种 然后加上 辅导性的帮助 网络 是一种 然后呢 几个家庭 工作性的 是一种 然后 请外面的 相关的家庭教师 来教的 也是一种 其实是 其实是采用很多种 的方式 一起来设计 这个 课程 这个 教学 这样做下来的 对 您刚才提到 国外的 相关的一些 经验这一块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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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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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这样子 就是 一些是 他不是国外的 很多 因为 他在教学的时候 其实80%的比例 是不够听力的 那么 很多 有一些 有一个比例 大家发现 大学教授 当时很快 会有一个比例 会在国外受过教育 受国外教育的影响 甚至就在 我们的大学 都有教师 夫妻都是海贵回来 然后 跟家人叫海贵 这种情况 就是他也是非常精英 取胀的这个 那还有一个很重要的 其实刚才很有呈现的 一个因素 就是宗教的因素 在复生法 会很重要的 那么 这个也是我在调查之前 没有发现的就是 会 这么强烈的 宗教的因素 会在里面 那么其中 有百分之二十的家庭 说他们 选择 让凯克特加上学 最主要的原因 就是宗教因素 那么 这个比例 实际上至高的动作 然后很实际 然后 涉及到 宗教作为一个因素的 比例大概是百分之三八 就是其实 有五千里四成的人 宗教是一个因素在里面 然后其中有百分之二十的家庭 宗教是一个最重要的因素 也就是说 有家长的那种 都说 他们觉得 在中国 大陆现在的环境下 如果坚持下去 在家上学是很困难的 那么他说 如果没有这种宗教的这种信念 有时候会顶入外的压力 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因素 OK 好 那我们其实还有一个王菲老师 其实我们在想几个问题 就是在 自学这个现象 或许我们需要做一个明星 但是在根本 或者是在荷兰 这两个国家当中 其实在家自学的比例是相对 非常低的 也不 那么这种判斧发送病 并不是代表说 一个精识的教育当中 他的自给的学生 seguimiento 也有时就会变弃 非常高 只是法应出 可能是在地的家长 或者是 决定對於所谓的 宗教育上说 是有这些不信任的 但其实我最后 我想问一下王菲老师说 你刚刚提到一个 非常有趣的一个观念 就是 家长一开始 想用涉及 感应学校教育 体育预衛的方式 是否去 去调整学校的一些做法 可是 第一那我想要去了解 因為他們是怎麼做的 第二個問題是 我不知道你在教材的過程當中 是否有遇過幾個問題 一個問題是 家長覺得孩子應該在家自學 但是小孩想要上學 小孩想要上學 但是家長覺得你應該在家自學 或者是孩子想要在家自學 那家長覺得應該上學 這兩個問題是從來不給你 幹什麼的樣子 接著教明的問題來說 我們認為在家上學也好 私俗教育也好 學堂教育也好 它活動意義上來講 它不是說 它是一種命令教育方式 它是經濟社會發展到一定程度 人家受教育到一定程度 人家的思維到多樣化 到一定程度以後 必然會出現出現者 但必然會有人認為 我們做學校教育 我覺得我實在受不了 我們以前做的一個案例 怎麼說呢 凡是選擇在家上學 教育的父母 他對學生十分強大 不強大到一定程度 不敢讓學生 是這一步的 然後他有的是因為 非常擔心的 對 有的是因為 他比如說 在以前在學系教育裡面 子女啊 或者他本人受到一些傷害 他都對學系教育 幾度的失望 這種情況 剛才王博士提到一個 有百分之十幾到百分二十多 有的一個中國基地 我們在那裡 普通說一下 不是短期的旅遊的中國 而是在國外 大概半年一趟 它有的受到 國外的一個 一個比較 比較自由的一種 教育的影響 所以說談到 比如說 家長的問題 和小孩的通處來下 我們採訪的 一頓情況 如果小孩在學校裡面 比較溫和 然後呢 也沒有什麼 測過 很願意去學校的 家長一般也不會 也不會過出 這樣 毅然決然的選擇 但是 通託方式 在幾個這種情況下 通託內開 最有一個方式在 上一位 下一位 夫妻 這是一個 你比如說 如果把小孩送到 體育外的一個 比如私主 或者是送到 自己在家的 他的同事 會怎麼看 他父母會怎麼看 老公老公會怎麼看 這算很 這個 這個關系啊 所以我們說 那些強大人才會 做出最愛的 一種選擇 最後呢 我們不斷分享一個 小小的一個例子 就是 有一位很虔誠的 教徒呢 他選擇在家上學了 他是這個 那麼幾個 四五個家庭當中的 最堅決的一個 那麼後面 他也有幾個 一起來 他是比較帶頭的一個 帶頭的一個 那麼他小孩稍微再大一點 實際上 國的影響性 也像有可敵般的 因為不太可能 說 那個 再開很多班 就是可敵的 那麼他小孩 學習習慶祈禁度也比較好 他一路也想 說小孩自己說 單紮的問題 但是其他的 已經有些 運氣動搖了 對吧 小孩說 在幼兒園 在小學第一年 就學會這樣做 再進了小學 或者到小學當中 再這樣做 她的 比如說 有一位女性 不是把小孩送到 一起 家庭工作室的 家庭工作室 那樣 他老公也有一天 然後就是說 你現在做都可以 小孩生了 從小學當中 也不能再工作 然後其實也有很多 這個矛盾主要不發生在 那個 那個 父母和子女之間 而主要發生在 父母之間 上海之間 就是同事啊 以及更嚴重的是 這 戶主是在 小孩當中 一直堅持著 所以一直不堅持著 自己 所以不是那個 教徒的一個 是誰的 誰的說法 是應就上海之間 這個 這個有非常多元 它本身是一種 不在社會 一種必然的產物 那麼有非常多元 我們有一個評價 就是說 我們這些評價 就是說 我採訪過一位 因為 比如說 受教育比較高的 一位 人 他說 我說 你讓小孩受教育 受教育在家上學 以後 對他說過什麼 我預期的答案 就是 他說 他生氣能發展 他說 他說 他對一個 是更加虔誠 這個答案 對不對 某種意義上講 我們不做 但是從實際上 我們做教育評價者來講 我們這個答案 有可能為難 非常為難 因為我們有一個基本體驗 就是 無論你採用什麼樣的教育方式 這個我不把 無論你採用 你是在家上學也好 你是去把這種私塾也好 做國學也好 你要獲得基本的知識語氣了 比如語文 你要你寫多 你聽說讀寫 學數學 你要完全基本的來設定 這不是我們在有什麼偏見 如果你這樣做的問題 我覺得 這種問題 比如簡單的話 不如你溝通 我們剩下最後的 大概一兩分鐘時間 有沒有 會印對王斌老師 在家長參與學校 或者在兩次學費 一定有些回饋 請 我觉得家长参与学校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视角 在大陆 或许家长是对学校完全拒绝的 家长对教育完全完全过问 现在除了家长委员会以外 还有一个手段 就是通过微信和手机 微信和手机 使得家校关系出现了一种 全新的面貌 很多情况下 老师给家长不知所言 现在老师的很大的动力 转移给家长 家长天天晚上要陪下来 要做做 要落血 要听血 等等等等 另外一方面 家长对学校的干预也很难 这双方都很困难 动不动就要求换老师 家长老师或是要做什么 因为老师职业总是有差异的 或者其中华师那个班的成绩 更好一些 家长教育 不太平 所以家长对学校到底应该参与到什么程度 这个路级是挺複杂的一个问题 另外一个是我先讲的 刚才王斌恩习的视角当中 讲到一个法律的角度 其实他没有特别提到一个重要的概念 就是教育权力的这个概念 就是过去是国家垄断了这个教育权 就是中国强制教育 要异不教育 然后现在的一个趋势 就是把这个国家的教育权 重新释放给社会 释放给家长 我觉得这是一个大趋势 一边的一个大趋势 就是把这个成绩由政府统战的这个权力 重新释放给社会和家长 我觉得这是一个大趋势 一边的一个大趋势 就是把这个成绩由政府统战的这个权力 重新释放给社会和家长 我觉得这是一个大趋势 因为刚才讲到学校的出现只不过是近一两百年的事情 教育它从历史上或从未来 在一个多样化的环境当中 它越来越是家长的权利和学生的权利 可以付出这些 谢谢 谢谢杨连长的一些分享 那别人的关系 我们大概就带给教育权来做一个典出 非常谢谢王沐佳佳 博士 王丁老师 柯兴权老师 维持的影响 我们期待的时候 下次的研讨会当中 还可以让请各位 来继续开展我们的一个研究成统 跟继续在我们的地方 大家分享一下 如果教育者 中央的分子家 都在复复过时的话 那需要自己的孩子 我们需要更多的时间 更多的资源 去关注这样子的一个 典出现在的部分 那么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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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